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今年是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数位转型非常重要的一年 我们看到去年造成全球巨大冲击的疫情之外 其实企业争先恐后地导入了云服务 智慧物联网 远距工具这些新兴科技 但依据KPMG最新公布的 台湾企业资安曝险大调查结果显示 市值在千亿新台币以上的50家公司 他们在网络防护方面 只有缴出尚可的C级的成绩单 也就是说具备一般能力的专业骇客 有可能入侵这些大公司 所以本集节目 我们邀请到了KPMG 安侯数位智能风险顾问公司的 谢云泽 Jason总经理 请总经理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何防范这些事件的发生 谁又最可能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呢 那我们欢迎Jason Peter好 大家好 我是Jason 我想先请教一下Jason 我们看到偶尔会发生一些很离奇的 甚至是不太像是一般大公司发生的一些企业资安风险的事件 但是这些事件因为彼此性质不太一样 您可以帮我们回顾一下 就最近这一两年资安事件比较重要 然后具代表性的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新闻呢 OK好的 我想最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还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企业都用一些 刚才Peter讲过的这些高科技 或是远距的工具 在这些工具里面呢 我们提到了一个群组 叫我们的护国群山门 也就是像我们的科技 也就常常传出 各位在媒体上看到的 会电脑绑架 被绑架的事件 那这个情节大概通常是这样子 就是当我们这个企业的员工 不管是哪个行业 你要进去公司上班 明天要交个非常重要的报告 或者是你要用电脑 来控制产线的机台 开始生产的时候 结果电脑打开 跳出一段蓝底白字 那上面有时候用英文 有时候用简体中文 就写着 你的电脑已经被加密被绑架了 那你要限时 交出多少的比特币当赎金 还指定用比特币 对 对对因为比特币可以匿名 然后而且这上面还有倒数计时器 开始倒数计时 就是限定你时间要交钱 有时候还会提供 招鸟优惠 那还有其他鼓励你交钱的理由 比如说有些案件你可以看到 还有时候告诉你说 你放心你交的这个书款 我们会用来做公益 那有些说你这个档案 你们公司里面电脑档案 有含限制级 或者是其他没有版权的资料 你不交钱他们也要拿去报警 所以这里充满很多的矛盾的正义感 但总之都是被入侵了 被入侵了 那你说这样怎么处理 那其实要不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电脑重关 这个档案备份拿出来 重置就好 但是不是每个公司 他的备份都很及时很健全 像我有客户就把这个备份的资料 放在公司连线的这个叫网路储存装置 通常叫NATS上面 所以你备份的东西 一样被勒索软件加密打不开 那如果即使你有整个 像有一些企业有一些完整的备份档案 救回了重要的资料 但是有一些像这些都不付钱 如果不付钱你自己去救资料的话 那还有另外一种下场 就是这些駭客集团 还要把你注册成奥客名单 OK 因为都不付钱 不付钱 所以那不付钱怎么办 他还是有方法 因为他加密你的档案的同时 入侵你的电脑 他已经把你的机密资料 已经自己算Copy一份走了 所以他就会在暗网里面 我们有看到在暗网里面去贩卖 这个这些企业的机密资料 让竞争对手去抢先注册这些专利 或者是曝光产品的机密 叫你的企业接单 辛苦的设计的好产品 变成你的对手在提前销售生产 所以Peter你有听过一句话叫做 机密恒久远 一漏涌流传 就在internet上面就是这个状况 因为永远杀不完 杀不完 而且传播速度非常的快 比COVID-19还快 在国外还有那种绑架集团 做这个一语多词的状况 就是一方面他去绑这个 勒索这个企业 然后再把受害的资讯 通报主管机关 或者是预先在股市里面 去放空这个公司 然后再公开受绑者的资讯 来吐更多的利益 这也太高明了 对对那还有一种状况是 你付了赎金拿到密码 你是不是就可以打开资料 那我有个朋友 开了一个小电商 他有付钱 他付钱以后他就拿到密码资料 这个电脑就变正常了 但是呢 他也没有做任何的 进阶的资案措施 所以他一年以内 被绑架了两三次 最后一次的时候 他收到一个法院的来电 说上次绑架集团 已经抓到了 你的那些赎金 都可以拿回来 你只要再交一笔押金 所以这真的是 连这个也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我还听说有一个案例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电脑方面的风险 号称有人可以90秒钟内 偷走一台特斯拉 连汽车都有资案的风险 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 与其说90秒 偷特斯拉 我用10秒钟的时间 来解释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精确来说就是 他是利用了这些车辆 不只是特斯拉 这些车辆的keyless 就是所谓的 无线感应的钥匙系统的漏洞 来窃取了标示车身的 上面的一些vin 就是所谓车身份 车辆身份证号码 然后制作了一些工具 入侵了汽车的行车电脑 再启动车辆 这个是每一台车 都有可能会被这样子入侵 只是说特斯拉90秒 比其他的车少了5秒 因为特斯拉没有 push start那个键 只要感应它就可以启动 其他车还要感应了以后 还要去按push start键 所以其他车会多5秒 上面这个故事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90秒 偷特斯拉这个新闻 没有深入分析到的这个点 是入侵电脑 最可怕的 不是你的车子被偷 被控制 因为车子被偷 那车子都有保险 但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让你的女朋友知道你的行踪 所以有那个 一些车商的业务告诉我说 千万不要让你女朋友知道 你的特斯拉 有哨兵模式 有远距遥控 可以详细记录你的旅程的记录 这些新功能 不然你的女朋友 可能也会想要当骇客 或者是聘个骇客来入侵你的 不是车 是入侵你的手机 因为手机都可以控制车辆 通常我们都是在没有意识到风险的状况下 踩入了对方设下的陷阱 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以哪些行为来说 客观的数字显示 这个行为是最容易造成问题的 那除此之外 每次骇客出手 我想他们都是要讲究CP值的 他不可能大量的出手 他总是针对那些最有价值的目标来出手 这样子才合理 谁最可能成为他们优先设下的陷阱的目标呢 OK 这个就回归我们 刚才你有提到 我们KPMG有出一个台湾企业资安铺险大调查 这个内容 那企业铺险的状况有很多 那过去我们想要了解 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 那通常我们就是用所谓的问卷调查法 去调查企业的大概目前处理的状况 但是这些回复通常都是比较主观 而且比较没有定量的指标 所以在我们调查里面我们就针对台湾比较大的企业 市值大概千亿以上的企业里面 我们挑了50家 那做这个调查 那想要去了解 到底是怎么样的问题会被这个骇客来攻击或是利用 那我们用的是一个非入侵式的智慧型工具 在网路上进行公开的这些情资的收集 那这样的手法也是传统骇客要入侵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叫做举杀链的一个架构 我们叫Keyer Chain Framework 这样子的方法是很类似 都是用挖掘分析 暴露于网路上面的一些公司的情报跟漏洞 来初步筛选决定他的攻击对象 因为刚才你也提到 开客人讲说CP值 他的时间也是很很宝贵 所以他要想找到直接针对的对象 去来做攻击的话 就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的调查也是用这种方法来看 那这样子比较我们的调查结果 比较可以看到所谓的外部骇客的真实视角 可以来弥补我们企业里面 做治安自我诊断的一个盲点 那我有注意到这个报告里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当然金融业 因为他有很多客户的名单 而且金融业通常他资本额比较高 所以他在资安方面 整体安全性这一项表现似乎是比较好的 我有注意到反而是电脑周边的这个制造业 他得分相对是比较低的 这样子是不是表示说 其实我们的风险还是依照产业会有一些差异 是的 我先从整体面来看 再来分析个别的产业 我们整体面的话 我们从这个报告来看 我们台湾整体防护 治安防护的分数是78分 这指的是刚才我讲这50加大7 那100分是满分的 那平均的财损 他每年推估是大概平均是2000万台币 2000万也蛮多 2000万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科技业 那我们在我们调查报告里面 有几个行业是算是比较落后的指标 就是电子零组件 那通讯与电脑周边制造业 这些就是同称的护国群山的科技业 那这边他的分数平均只有68分 那他的财损平均也超过3000万新台币一年 那比我们台湾的这个50加企业里面平均高出五成 这是所谓的我们叫肥羊 那近期从我刚才讲的这些所谓高科技业被勒索的事件 更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在高科技业被狙击的这个情况更为猖狂 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高科技业如果不赶快加强这些自然控股跟防护 可能会有更大规模的这个屠杀跟破坏 而且高科技业都是供应链网路换换相扣的 所以很容易一个单点或是单一家公司 或单一个系统被入侵造成整个供应链里面比较大的冲击 是我们提到资安防护的成绩刚才好像是有分数的差别 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哪一个项目大家考最差 都是不及格的分数 是我们评测了我们企业资安的一个防护有20项的成绩 那里面有一项成绩是我们企业里面有四分之一 就是25%的台湾大企业都考了零分 而且这零分里面其实这一项里面又四家是满分 但是有四分之一是零分 落差特别大的 落差特别大 这个叫做漏洞修补管理 简单来讲像这些大企业都是假设我把它比喻成有钱人 一个有钱人从不在意自己的健康 有的毛病也不去医院做一些检查 完全不在意网路上的漏洞 所以可能会招来比如说被绑架 机密外泄电脑停止运作这些风险 这就是我们有四分之一的企业考虑分的项目 叫做漏洞修补管理 我们刚才有提到某些公司因为产业的关系 它资本额比较高 某些公司的资本额比较低 所以我想进一步请教Jason 难道规模大就代表资安的防护保证分数比较高吗 这跟它的规模大小是不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呢 是我们有交叉分析这些资安曝险的成绩 那以及这个企业大小规模的关系 那以同样这些大企业来讲 最高分是88分 最低分是58分 但是企业规模跟它的分数是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88分跟58分 如果各位很难去具体用想象 我们把它换成财务数字了 他们最好跟最差的这两家公司 潜在的这个财务曝险金额差900倍一年 900倍 所以规模这两家都是大公司 所以规模不是资安的保证 那实际上的投入跟董事会 还有公司高层的重视 这个才是我们资安的保证 哪些企业在这一波的资安危机中 看来已经安度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您可以帮我们举出一些得分比较高的好学生 模范生吗 是在我们的调查里面 相对成绩比较高的族群 就是我们的金融业族群 那金融业族群在我们的调查报告里面 我们有四大面向 隐私性安全性任性生育 这四项都是全产业表现最优异的 而且平均成绩就接近A级 刚才您有解释过C级 那所谓A级只有世界的一流骇客 才能够入侵 也就是难度最高的 对对 不过这边我要提醒一下 就是说您刚才讲说 那他们是不是安度过了这个危机 其实也不必然 因为他们虽然表现的比较好 我先讲一下他们表现比较好的原因 他们金融业普遍变成台湾的 这些产业的自由生 主要当然就是因为主管机关的 高度的监理 对资安 对各项风险管理 那违反金融法规的时候 他们也会遭到重大的处罚 那造成他的这个信誉下降 创新的金融服务 无法顺利上线这些因素 所以他们会成就了这个金融业 目前成为台湾资安的标杆 但是我们要提醒一下 金融业虽然有比较好的成绩 但是金融业相对也拥有丰富 而且价值很高的个资 跟金流的相关的资讯 所以迄今为止 仍然是全世界的駭客 集中精力攻击的标的 有一个另一个国际机构 他研究报告显示 金融业受到网路攻击的可能性 是其他产业的300倍 因为太有价值了 对太有价值 所以你反过来讲就是说 那我也要超过300倍的防护力 才能够balance 掉这样子一个风险 因为每年的金融业的攻击速度 都是在提升 再从另外一个比喻 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比喻 如果你自己金融业 目前看起来是身体的健康状况 是不错的 平均来讲 但是环境中虎视眈眈的病毒 还有其他诱发疾病的因子 还是很多 所以因此台湾的金融业 只能够继续持续 经济自己的资安能力 不能够因为这个成绩而松懈 是 我们刚才注意到 Jason提到的四大面向 包括任性 生育等等的面向 您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四大面向里面 金融业做的最好的是哪些事情 金融业平均在每一项的 都接近A级了吗 对 都是接近A级了 但是里面如果做的比较好的 我想是以从实物来看 它的整个网络的防护上面的重视度 还有它的投资的这些力道 在设备上面 在人员上面投资力道也很强 那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是在我们调查里面 没办法直接看到 但是是我们在服务经营里面 实际上看到的 就是金融业在组织跟人员 我讲是资安的组织跟人员 在主管机关的要求之下 近两三年来是大幅的提升跟强化 每个金融业大概都会指派 大型的金融业都会指派资安长 而且有相关资安专责的部门 而不是派一两个年轻的小朋友 然后会有网络都能写程式 就去做这个防害客的工作 金融业都是有专职的机构 尤其是大型的金融业 我想这个投资现在看起来 或者是主管机关的这个要求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蛮值得的 是 那我们也注意到 KPMG其实有组成一支 听起来名字很酷 叫做企业反绑架的团队 Jason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团队是如何运作 它的组成成员又有哪些人呢 是 我们KPMG的资安团队 其实正式名称应该是我们的KLAB 资安实验室 那我们的成立已经有超过 20年以上的时间 那这5年前 我在电梯中最常被我们KPMG 其他的同事或会计师们 问到的问题是 你们这个KPMG的资安team 到底是在做什么 是在做防毒软体吗 不过近年来 我已经不再需要回答 这种比较尴尬的问题 取而代之的是 我经常收到我们 KPMG的会计师们的主动来电 或者客户的主动来电 比如说客户的财务系统被 骇客绑架了 怎么样去应付 客户要申请一个新的金融服务 怎么样做资安合规 或者是国际上面有大客户来 找上门来进行资安供应链的 这个集合 该怎么样去应付 或者是比如说 前两年有欧盟的GDPR 欧盟的个资法要上路 客户要怎么样去修改产品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 他们的网站 各自外泄的警察找上门来了 这是最常见的 我们要怎么处理 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些 跨产业跨领域的一些 大小的数位风险的问题 还有一个可以被信任的 一个多元人才的团队 所以我们团队的组合 大概运作方式跟特色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强调 我们的团队是一个diversity的 就是多元化 多元人才的团队 所以我们团队里面 除了大家熟知的 比如说像资讯安全 网路密码学 还有一般的商学金融会计流程 还有科技法律心理学 甚至有一些军警背景的 这些专家们 都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因为我们相信 这多元人才才能够协助客户 来解决这新科技 上面遇到的一些数位风险 那第二个特色就是 我们除了强调技术与专业以外 我们在KPMG这个核心来 而且让人家可以放心的全球品牌 下面我们成立子公司 那我们的子公司的这个目的 就主要就是要建立一个 可被信任 可被看见的一个资安专业的品牌 为什么信任在我们这个资安工作里面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资安服务 会深度接触客户的系统跟网路 有能力协助客户 防御骇客的专业人员 也有可能成为威胁客户的骇客 因此我们对于我们的资安从业人员 也就是我们的专业顾问的道德标准 是极端的要求严格 然后我听说Jason这个团队 今年的一个疫情后的新任务 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 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我介绍我们的疫后新任务之前 上次我们主席来 有送这个Peter一个巧克力 那我这次先来送Peter一个口罩 完全不一样东西 那这个口罩 其实就跟我们的新任务有关 因为我们的疫后的新任务 就写在这口罩盒上面 我们上面写的是Protect your cyber security in the new reality 就是我们希望台湾所有的企业 尤其是护国群山们都能够戴好资安的防护罩 在疫后的新远距智慧科技的应用下 合理的超前部署 那一起来提升资安风险的免疫力 其实今天这一集 我们看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防范疫情要用口罩 但是防范电脑资安方面的风险的病毒 我们要透过专业团队的防护 我们也知道了 台湾企业在哪些面向比较缺乏 比较需要改进的 今天非常谢谢安侯数位智能风险污文公司的 谢运哲 Jason 谢总 希望未来在更多的节目里面 能够听到您专业的分析 谢谢谢总 谢谢Peter 谢谢大家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